OK,好,首先我覺得今天會變成一個小社課 我就想謝謝大家願意為我們跑到這邊來,謝謝各位 OK,那因為今天我們的時間其實沒有很多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我們的課程內容 先直接說,今天我們SGD大概會講自己的東西 首先我們講心法 就是你在操作同影片的時候你要有一些核心的觀念 只有一個觀念 那因為外面的簡報書裡面有太多那種觀念 觀念A、觀念B、觀念C 那你會發現說,太多的觀念就等於沒有觀念嘛 你就無所事 那這裡我們只講一個東西 就一個東西幫你的簡報 就是我們的心法 再來我會強調說,很多不同的實務操作的方法 這就是你要把心法應用在你實際上做出來的簡報中 所使用的各種方法 那這裡我也用非常多的實在 讓你來帶大家去理解這些方法 那最後第三篇,第三篇我每次上都不一樣 上一次,在上一次SGD裡面我教的是 就是技巧設計法 就是我會用一些非常快的快速器來幫助你 用非常快的速度把你的設計做完 那這個部分是加速你的設計 那這一次呢,我準備的這一個東西 這東西以前沒有其他SGD的講師講過 因為它實在太虛無漂亮了 你說有一個東西漂不漂亮,偏偏又因人而利 但是在這一篇裡面我會示範說 以前我的簡報其實長什麼樣子 但在我大概實施了八個月的反覆研究中 我本來是一個就是比較理性 但對美感沒有什麼感覺的人 但是還是可以透過非常有系統的方法 慢慢一步一步把你的美感給建立起來 那我想分享的就是波子 這個方法是怎麼研發出來的 然後它又是怎樣 OK 好 那一樣有一個東西先講在前頭 這個東西啊 因為這個會有人問 所以我先講 今天SGD上課的同一天喔 你可以拍 但是我不會給你下載 為什麼呢 因為 我有一些案例啊 是跟我以前做過的Case有關的 那這個案子你不會希望它到處流傳 所以就只Demo用 那你如果拍起來了 我就假裝不知道 你只要再問我 可不可以拍 我一定會跟你說不能拍 OK嗎 好 所以 這一張就是 它的內容就是這樣 OK 這是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情 第二件要注意的事情是 今天啊 我們SGD會採取 團隊挑戰賽的方式 只有最優勝的組別可以獲獎唷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只有第一名的組員 他每一組都會有獎 但是其他組就完全沒有 那有什麼東西呢 第一名的那一組 可以把這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拿走 他看起來有點薄 但是一定夠整個組的人使用 而且他還要花我幾百塊這樣 OK 這是第一名的組員可以拿到的東西 那接下來呢 我來說明一下 在我們分組之前 我來講一下 我們這個團隊是怎麼運作的 你要累積分數嘛 我們累積分數有幾種不同的方式 第一種叫做個人回答 我在這裡 SGD的過程中 會提出許多問題 那你也可以隨便想到任何問題 就可以舉手問我 你只要舉手問我 就直接是加三分 不管你問你什麼東西 只要是跟SGD有關啊 那再來另外一件事情是 有幾個大問題 我是會請小組討論的 那小組討論以後 這個我會用搶答方式 這個分數比較貴 這個可以加五分 對 但是也只有搶到的那幾組 是可以回答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機會命運的挑戰賽 那另外就是 如果贏那一組啊 你的團隊表現非常的優異 這個我自己看的話 或是說 你的答案 有非常讓我覺得很深刻的地方 這我都會給你額外加分 加分幅度應該是3到10分不等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好好把握 好 接下來 為各位大概兩分鐘左右的時間 跟你附近親朋好友 找 找三個人一組 找三個人一組 給各位兩分鐘的時間來找組 OK嗎? 兩分鐘的時候到了 如果你還沒有組的話 你就沒有組 就沒有獎領了 OK 分數開始 我們進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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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 Re 還要20秒 還可以組個趕快 還要20秒 如果實在是有多的話 4個人也可以 4個人 10 9 7 6 5 4 3 好 時間到 各位 時間到 各位 今天我要在這裡 在我們今天在這個組裡面 我們每一組會需要三種 首先第一種人叫做氣分手 這個人的數學必須要特別好 如果你把你的小組分數算低 那你就會非常悲劇啊 那如果算高的話 我大概會有一個對決 因為我大概知道說我每的那個問題 大概有多少個 大概大概看答案分散情況 會估一個數字 那如果你的低免 你如果分數遠高於這個數字的話 我會覺得這可能有點怪怪的 再來第二個 叫做寫字手 這個人的特色是寫字速度非常快 我們在討論內容的時候 因為我有幾題強大的是給你們討論的 那你要快速的記錄討論的內容 那這對你們的回答會很有幫助 那這對你們的回答會很有幫助 OK 最後這一種人 他很重要 他叫做 舉手 這個人的特色是 他的反應要非常的快 你的小組能不能拿到搶答機會 就是靠他的 就是靠他的 OK 好 所以接下來 我用一分鐘的時間 給你們分這些人才 然後 各位請聽到我這裡 來 各位聽到我這裡 請你分完組以後 請記分手 來我這邊拿組牌 就是按照我 可以把他想說 首先一分鐘的時間開始 那如果超過一分鐘還能分 好等悲劇 OK x3 7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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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你要保護他不要被踢倒 剛剛被踢完 看到有一個 那這樣其實我是不得了 這是不太做的 你可以借一支 我們這邊有少了 還有三十秒喔 有點尷尬 這個真的安排沒有辦法 好吧 還有哪一組是你還沒有過來拿主牌的嗎 計分手還沒出來的 OK 那在這裡啊 我要跟大家宣布一個事實 就是因為我們組牌發了十三個下去 所以在場應該有四十人以上 這實在太了不起了 這應該是 非常罕見一次的CD齁 然後我在這裡我要先 帶各位舉手練習一下 待會搶答的時候 我一定要請舉手 把你的組牌舉起來 把你的組牌給舉起來 這樣OK嗎 稍微練習一下喔 因為我會喊 三二一 一那一個字剛喊的時候就把它舉起來 然後請正常舉手 你不要就是這樣 這樣不行喔 還會練習一次 來 各位舉手請準備喔 三二一 OK 在這裡啊 由於它的幅度其實蠻大的齁 在這裡 我們再會每一次的搶答計分 都會有一組是執行組 這執行組是什麼呢 那一組的三個人 他負責幫我看 這邊哪一個人舉牌是最快的 那如果你舉不出來哪一個是最快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依我的判斷 那這個執行組不是很衰嗎 因為你只要一輪到他 就是他就沒有那個舉手的機會了 所以這個執行組每一次都可以直接加五分 這樣OK嗎 好 好 所以到時候各位舉手們 請你把就是你的牌子的方向 對著那個執行組優化一下 對對對 這是這個 接下來強大活動的小訣竅 OK 好 在這裡我們差不多要開始我們的課程了 第一個部分 新法篇我們要談說 面對一個 你原本有的剪刀 你要用什麼樣的心態去做它 可以確定你 你一次就可以把信做對了 為什麼要學這個東西 是因為 我們在做剪刀的時候 常常有人覺得自己的剪刀做不快 那 做不快 大概有兩種提升速度的方式 一種是就是 透過物理性的方式提升速度 例如 你去背快速鍵 你就是去學 什麼盲打 等等的 你用這種方式提升速度 但它有其上限 它就像一個 一定會有一個物理上的電話板 是你到了以後你就再無法往上 再來第二個突破口是 觀念上的突破 通常我們在 會覺得簡報做太久 一部分原因其實是 你花了 不必要的時間去做了 不必要的動作 那 接下來這個心理法就是 有點像過濾一樣 會幫你釐清說 你到底真正該做的是什麼 那 這裡我們先用一個練習 給大家試試看 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可以說歷久不衰 我們每一次HDD都會疼它 為什麼呢 因為它非常經典之處在於說 我們在談簡報的時候 所有簡報會犯的錯 它應該都犯了一遍 這就是一個錯誤大集合的概念 好 那接下來 這是我們第一個搶答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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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您的小組啊 在講義的 應該是第二頁或第三頁 有一個空白的地方 請你們這組用兩分鐘左右的時間 討論一下 你覺得 你要怎麼修改這一張簡報 我實在說明一下它的背景 這是台北市環保局 它要向中國它的對等單位 報告的一個場面 那有點像是 它的職員做給它的老闆 它的老闆要報給對方看 那簡報的目的呢 則是要讓對岸的這些對等單位啊 知道說 我們台北市的環保局 做了什麼樣的鴻鴻偉業 這樣子的簡報 你的小組會怎麼修改 兩分鐘即時開始 還要看 看 如果大家覺得有看不清楚的地方 江一的最後面體驗也有同樣的那張簡報 然後這個 只要說誰 那時候會要抵抗 那時候會打一朵 以後 ran 除了 雷 之後 他品質的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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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請問你的具體解決方式是什麼 把牌整齊一點 那一個好的範例我是用小小的字寫在上面 比如說你覺得自己的狀態太多了 那你可能你的回答就是把它統一成 maybe就是這種字之類的 那這就是一個相對比較具體 可以直接被做到的答案 OK 好 那現在緊張的時間就到啦 第一個 第一組在哪裡 我想請你當執行組 OK 好 現在執行組三個人 好 OK 因為會有後面看不到的問題嗎 所以執行組接下來有幾個選擇 執行組可以來前面 執行組請來前面 好 所以接下來各位舉手們 你們任務就到了 來 請你的那個舉牌啊 視線對準他們優化 然後待會我會問你們 到底哪一個人是最先舉手 那這樣請你們給我一個有共識的答案 OK 好來 沒關係沒關係 都一樣喔 來 倒數囉 各位舉手們請準備 預備 3 2 1 1 來第七組 請麻煩 任何一個人來發表你們的答案 30秒 跟所有人講 來過來前面 也許說我們要光傳遞兩名眼睛的線 還是 對 衣服可以回去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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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第二組出來 我希望你來當執行組 應該還有 其實他沒有被他講到的答案 如果有的話 你的舉手帶來舉手就好了 OK 他剛剛講了 有關 字體統一 然後 黑色字 因為太細節了 所以用講的 圖片太小了 所以他可能考慮把它放大 然後還有一個 我有點忘記了 不好意思 好 OK 第二組再打 放射線的那個問題 OK 好再來 準備囉 來各位舉手準備 3 2 1 OK 第四組請 出列 那第二組辛苦了 謝謝 欸 剛剛加到分啊 計分手自己計分喔 我不會幫你計喔 OK 剛剛有磁心的可以直接加5分 我覺得背景太滑了 可以就不要背景 OK 背景喔 然後就是上面 圖片都會顏色用太多 還有他們那個拆頭 然後就可以一句喔 不用放眼神這樣子 OK 好 所以顏色太多了 你可以不用放這麼多顏色 拆頭也重複 所以不用一直放 OK 好 那 選三個差不多 第三組在嗎 我需要你當執行組 OK OK 好 各位舉手請準備喔 來 3 2 1 1 OK好 第一組 三組謝謝喔 第一組你必須講出前面沒有被提到的答案喔 就我們覺得 一頁裡面內難太多 我們會考慮把它分成多頁來做 喔 分成多頁很好 對 比如說像中間有四個 就是這個熊蠻有四個項目 我們可能就會在第一頁 就簡單說有這四個項目 然後在後面有二三四五頁再來 細說 這四個項目分別有什麼樣的重點 這樣子會跟你們聊更清楚 OK好 謝謝 OK好 那我覺得 這個練習其實是讓你跟你的組員啊 一起討論說 欸 面前同一張簡報我們也可以有什麼修改的方法 那大家可以在討論的過程中學到說 欸 我注意到A點 但我組員另外注意到B點 等等等 我們把大家的智慧集結起來 基本上經過這裡在座四十個人 所有的修改 這張一定會變成一張非常好的簡報 但是現在是你獨自做在電腦前面 你一個人要面對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這個時候盯著它開始想 就會東想出一個點子 西想出一個點子 然後 你會發現改了這個以後 欸 我剛剛想到要改另外一個東西 給我忘記了 等等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就會 要獨立挑戰它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接下來我要需要介紹的一個心理法就是 你要怎麼比較有系統去判斷 你要改哪些東西等等 或是哪些你是不要的 哪些是要的 你要保留 你要比較有系統去判斷這個東西出來 我會發現說 剛剛我們談的設計方法有很多嘛對不對 那這其中 只有一個心法是貫穿其中的 各位提的每一個方法 都有助於這張簡報的修改 但它背後的邏輯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 首先啊 你要先知道 在這個心法之前 以前到現在 講者的準備時間跟觀眾注意力 是你在講頭影片的時候 最稀缺的兩個資源 你想想看 如果你最好的情況是怎樣 如果你準備時間很多 那就慢慢準備吧 你的script寫好 背好 上去輕鬆講 這樣 然後你的觀眾注意力 又非常的集中 這時候你隨便亂講 你一定都講 好 但實際戰況是 哎呀 我這裡會報名 怎麼忘記了三天 趕快寫script 然後當天的時候趕快做通片 然後觀眾呢 不好意思 剛吃完晚餐睡 昏昏欲睡 沒有人想知道你在講什麼 在這種情況下 你要怎麼篩選說 你要做什麼 就是這個心法 可以提供給你的東西 這個東西 我會把它稱為有效資訊 這個想法 同時也是這個課程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核心策略啦 好 這個東西是這樣子 我會用目的跟邏輯 這兩個東西去篩選 首先 如果你這個東西啊 它是符合你表達的目的的話 而且這些東西彼此又有邏輯連接 這一類的東西 會把它稱為資訊 那相反的 如果它是不符合你目的 重點是你表達的目的的時候 而且你邏輯又沒有連接起來 這種東西會把它稱為雜訊 我幾個小練習喔 比如說 我現在啊 我正在講課 所以這個時候 我放在上面的目的邏輯資訊 這幾個關鍵字我用藍色 那它是我的重要資訊 我把它提升 這就是我的其中一個策略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什麼是雜訊呢 假如說我現在講課 那這個時候這個音樂 跟我就沒有關係嘛 它會一直干擾各位的理解 它就是雜訊 所以會發現 這兩個東西都會互相競爭的 我要把雜訊降低 各位才可以聽得清楚 所以說 我們的資訊 再去掉雜訊 才會是真正觀眾 有辦法吸收到的 有效的資訊 它的概念就在這裡 所以這裡 我們的核心就是要把這個提升 然後那個降到最低 那是怎麼篩選的呢 就是透過這兩個 目的跟邏輯 這樣子 這就是 那個唯一的行法 就這麼簡單而已 好 那在這裡啊 我想針對目的這個東西 稍微多談一點 因為目的它實在有點 你每次講回面的時候 它的目的可能不一樣 那我想針對這個東西 就是稍微深入談一點點 它的目的大概是這樣子 我會怎麼去定義一個目的呢 通常啊 我有一個小公式長這樣 你要讓某個人 執行某個具體動作 就是這個樣子 比方說 我在這邊講課 我的目的就是讓台下的各位 聽懂 就這張後影片而言 我就是要讓大家瞭解 讓大家 瞭解 這個具體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這個公式 基本上是還蠻 蠻通用的 你要讓誰 去做什麼樣子的事情 用這個方法去定義 你頭影片的目的 是什麼 那再來另外一個有趣的問題 是關於這個人是誰啊 誰的目的呢 因為有時候你講的 跟觀眾想聽的 其實不太一樣 你在台上非常的嗨 但觀眾其實不太知道說 你剛剛講那一串裡面 哪一串是跟他有關的 所以 在這裡 你在篩選目的的時候 我就覺得 你可以考慮去篩一下 觀眾的目的 比如說 你講了一個 professional cup 你講了非常多的技術細節 在細節 當然你要有非常深厚的涵養 才有辦法講出來 不過觀眾其實知道 想知道說 你講這些東西 能對他造成什麼影響 為什麼跟他有關 你要先告訴他這件事情以後 他才會想接受 你的這片speech 所以在這裡 以觀眾的目的去滿足他 這算是我篩選目的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目的很重要 你篩了一個好的目的 其實你做同一片的速度 會變得比較快 這是一件有點掉嘴的事情 但它是真的 OK 那前面這個行李板有點抽象 我實際上怎麼操作它的呢 大概是這個樣子 首先 我會有一個原始的想法 我這張同一片 我本來要表達什麼 這個東西 大概會在你寫 稿子的時候產生 那你把它做到同一片上的時候 你在做的時候 你要去判斷一下 這個東西 它是資訊呢 還是雜訊呢 就我們剛剛那張 台北市環保局的 這個 那張原本的簡報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大家去判斷說 欸 有人提到背景 是不是資訊 還是它是雜訊 那剛剛它給我的答案應該是 它是雜訊 所以它們的背景也丟掉了 那有各種奇奇怪怪的字體 是資訊嗎 它們好像 沒有助於幫助判斷 就是 幫助台北市環保局 把它的 這個簡報目的表達得更好 那是我們那一份的目的 依附這兩個東西 符合目的 它有沒有符合邏輯連結呢 這兩個方式去篩選資訊 還是雜訊 你很快就可以辨別出來了 再舉個例子好了 剛剛台北市環保局的那一張裡面 有沒有看到非常多種顏色嗎 可是這些顏色 這麼多種 它真的有辦法幫助台上的講者 傳達 它們的豐功偉業給對岸的 對等單位嗎 好像也困難 所以在那個時候就有人提出 要不要把顏色的數目給減少 所以發現 我們的設計方法雖然有很多種 但是它的核心思想都多這個東西 你去依你的目的跟邏輯去判斷 哪些東西對你是有用的 哪些則是沒有的 有用的話你就把它提升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要讓它減弱 比方說我剛剛關掉音樂 就是一個減少雜訊的方式 我實際上就是這麼來操作 OK 這裡我有兩個小小的美角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目的 你目的如果越明確的話 它就會讓你做同影片的時候 越方便 這些話聽起來有點奇怪 但我跟你講 大家一開始定目的的時候 很容易定一個很奇怪的目的 比如說 我這張同影片 就是要讓講者聽懂我在講什麼 請問這個目的有沒有明確 沒有嗎 對不對 那如果我的目的改成 我要讓我的講 我要讓我的觀眾 很明確的知道 我的SOP是怎麼好的 那從這裡再往下挖掘 才有辦法做出一個 向流程圖的東西 就在這裡 目的越清楚 又越容易做 再來另外一個小觀念是 資訊和雜訊有時候是相對的 有些時候啊 你的同影片上會有很多的東西 但你一次只能講一個 在你講的當下 那個東西才是有效的 其他所有東西都是雜訊 但是當你移到另外一個東西去講的時候 欸 另外這個東西又變成資訊了 其他東西又相對是雜訊 所以這裡另外一個小觀念是 資訊和雜訊並不是絕對的 並不是說 我用了好多的顏色 我就一定是雜訊 那 這個觀念其實不總是對的 有時候你會需要很多顏色 但那個時候你再用就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要視你當下的情況而定 這是兩個小明講 OK 所以 當我們再回到這一段目的影片來啊 第一步 通常比較簡單的是 我會怎麼做呢 我可能會 第一個 我先把它 稍微這樣對齊 調整一下 來這裡我突襲問一個小問題 個人舉手 個人舉手 不要用小組的 請問我剛到現在你發生了什麼變化 講一個就好 來 Joy 背景 背景不見很好 三分 OK Meggie這邊 自己就是移出 OK 自己移出很好 OK 就是排版變成質 OK 三分很好 沒有Bullet Point Bullet Point 被拿掉了 這個觀察很細膩 因為它因為很小顆嘛 小顆東西還不見了 那這個觀察是很好的 OK 那先到這裡 我後面還會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各位機會非常多 不用急喔 OK 好 那這裡我們發現 其實啊 有一部分的人 他會詬病我說 就我把雜訊去掉以後 這葉子還是這麼多啊 那 很多人都很怕吃很多的同影片 所以在這裡 我們剛剛知道 有一組他提了一個 把東西拆開 有一個意見嘛 我可以把所有的資訊 依照我要講解的順序 一個一個給拆分開來 比方說 我先講大綱 我待會兒 我的講題是溫室氣體減量 那我要講 1234 四個東西 那他們分別是 第一點免費服務措施 第二點 市民節能抽獎活動 第三點 產業社區節能競賽 那第四點 則是補助方案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由於 你每次只有講一點點東西 他總體的量不變 可是你一張 他的量就沒有這麼多 觀眾要聚焦就更容易 你的字也可以擺大一點 那你突然擺大一點才會發現 欸 這人居然是好龍兵啊 這顆文者 所以說 這裡啊 我們把它換成五張 跟我們剛剛 前面那個階段相比 一個更細膩的操作是 我們運用了 資訊跟雜訊是相對的那個概念 那個概念 我們聚焦在我們 當下 講解的那個資訊 才會有這第二階段的電話 從這裡 變到這裡 OK 嘿 Perry有什麼問題 我稍微問一下 就是 第一張那個 紅色點 不是這樣那個點 可是第二張沒有 那 這個對 會變到有什麼意思 第一張紅色的點 就是 解釋法講的那個什麼 OK 對這裡有點點齁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我們運用 有效資訊SOP的方式 他的目的 應該是要 對岸的對等單位之後 他做的什麼 瘋瘋瘋瘋瘋 請問這個點 有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目的呢 你覺得 有的 舉個手 都沒有 那沒有的 好 有舉手都可以加三分 好 欸 因為你如果不回應我 我不知道 你要不要呢 所以這東西只要回應我 就可以加分了 OK 對 同一組如果有三個人 就是加九分 好 所以在這裡我們發現 大家都同意說 這個東西 其實它是沒有助於你 表達你要的東西的 那這個時候 你把它去掉 基本上對你的分別 是沒有影響的 那就把它去掉吧 因為你要花時間做那個 比較浪費時間 OK 那TERRY這個問題很好 我想幫你加五分 這個時候啊 我們回到一開始的問題 我們常常覺得畫面做得太慢了 某種程度上就是因為 我們做了很多不必要的措施 我問你喔 一開始做這個東西 還是做這個東西比較難 應該是右邊這一個吧 而且你還一次做五張 但一張資訊只有一點點 你就不用費力去做排版等等 那相反的我們剛剛 修回去的視覺很像是 第一個我們先把 資訊的增加 跟雜訊的減少做徹底 我稱為聚焦跟降噪 這我後面會用的用語 這主要是就是 顯現你做通編片的功力啊 這都是視覺裡面的處理 那其實我們在第二階段 用的這個觀念 其實是focus在我們當下 要怎麼講 這其實是一個 有點像寫script的時候 你要先降哪個後降哪個 是屬於素材處理方面 的一個修改 那我們這樣修回去的時候 我們才慢慢把它修好 可是這其實是 有點不切實際的 你如果一開始先做這個東西 然後再把它修回去 再修回去 那不是非常浪費時間嗎 這裡啊 這個東西 是不是我可能在細節 那個東西 我可能在宏觀 實際上我們應該要把它反過來做 這就是有點像 吳斯人大部分不會辦這個毛病 是因為我們都很想要先寫講稿 最後你才把你的通編片給做出來 寫講稿就等於先做的素材處理 那到時候做通編片的時候 我們先順手做完這個就行了 那對於大家來說 其實我們吳斯的這個演講 我們這種 假如說你是那種有 滿版的圖片啊 然後一點點字的那種剪刀 你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做它 很快就可以做完了 但是有些時候啊 比如說我們剛結束的 professional card 這個 card它之所以難就難在 你可能會講一些比較複雜細節的東西 這個時候我會在這裡加入一個新的階段 來把前面的東西 前面宏觀處理跟後面細節處理地方 給你連接起來 這個過程我把它稱為視覺化 它是把前面跟後面連接起來一個過程 是把你一個複雜的概念 體現在你投影片上的一個方式 那這也是我們今天 這場sgt的重頭戲所在 OK 這個部分如果你做得好 你professional card所用的那些什麼 學術演講啊 什麼科普知識啊 那一類的簡報 通常你就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OK 這三個部分 也是我接下來下一篇 在方法篇所要談的簡報順遞的三個階段 素材處理 視覺化 以及聚焦與降噪 我們待會就會把下一個方法篇 分成這三個部分來討論 OK 那在我們前進之前啊 我會先想把第一階段素材處理講完 這個部分其實和我們寫script的過程很像 所以我不會花太多篇不去理解它 OK 我簡單點到維持就好 我大概會把素材處理分成三種動作 第一個是篩選 是拆分 篩選的話 這其實蠻簡單的 你在寫講稿的時候 自然就會篩選 你要講什麼 你不要講什麼 那這裡 一樣 也是透過有效資訊OP去篩說 你要把哪些東西 呈現在你的功能點上 再來這個拆分就蠻有意思的 所以我們剛剛一直在談的 你可以先把大綱列出來 再列細節 去專注在你當下想要 強調的部分 但這裡其實有一些 觀念上的細節在 大家會不會花一點時間講它 那最後排序的部分 一樣是照著你的script的順序去呈現 那基本上 這部分的問題啊 大部分圖書的人是不會犯 所以這部分我會講比較少 OK 現在我想來 有關拆分的概念 還蠻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是 有關見數又見領的一個迷思 我們先看這張流程圖 這張流程圖是一個 這個應該是醫學類的吧 醫學類的簡報 他想要強調這個東西 它是什麼 可是賀蘭發現 他的字根本太小了 那個 Vicor這邊你看得到這些是什麼嗎 應該很困難對不對 我眼睛很不錯 連閃一個人 對 這時候賀蘭發現有跳錯人了 因為Vicor他根本沒有近視 一直跟我們一樣 但是 這個時候啊 因為我們近視率其實蠻高的 台灣的一個VIA 這個時候大部分講者 他會做一個動作 就把他放大 然後 他是稍微大了點 但是他沒有大多少 所以你就會賀蘭發現 欸 原本那一張流程 走下半部的流程 看不到的 那你原本想講的東西 其實他也沒有被你放大很多 你就瞬間陷入一個困境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呢 你既想看到整個流程 再又要想看到流程裡面這個東西 在你想建築又建立的時候 你瞬間就陷入一個困境 這個時候我會把它做這個手錶 我會把它換成這個樣子 欸 這個時候 有一個問題就來啦 這個東西你覺得有比剛剛好嗎 有些人會點的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為什麼你覺得右邊比較好呢 這一題個人舉手 因為就是 右邊的話可以看到整個 overall picture 但是就是 左半邊的時候已經刪掉一切上的東西 OK 所以就是 右半邊這邊流程保留完整 那左半邊下面不見了 OK 有沒有跟他不一樣的 OK 就是他的能力保留那個什麼 想看的東西 但是他不會讓整個加工不見 那你覺得這是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 因為要把它放大 OK OK 那這裡 兩位要加三分喔 這裡啊 我們把這個東西放大出來 那你會發現 他比這張放的來要來的更大 這個時候讓大家看得更清楚 一個細節是我只是用打字的 你如果用截圖的話 有時候那個解析度會有點差 如果是paper的話 你根本就直接打字了 對不對 OK 那所以剛剛兩位一個題的左半邊 一個題的右半邊 在接下來我要解釋一下說 造成有一個比較好的核心觀念 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有關拆分 我最常被問的一個名詞就是這個 在拆分的過程中啊 有些人很怕你把 公片拆開一張一張會變流水漲 但其實你拆開並不是內容 而是你不同的表達目的 這很重要喔 你在拆分的時候 是依據不同的目的去拆的 拆分你不同的目的 並且個別去滿足它 這才是拆分的時候 你為什麼而拆 是為了不同的目的 而不是 你有很多內容就要拆 並不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再把它講得更清楚一點 這個觀念要怎麼破解前面 建樹又建林的困境呢 這我們要回到就是 建樹建林的本質上去談 我們常常會以為啊 建樹又建林 它的意思是 你要看見整個樹林 以及這間樹林的每一棵樹 但實際上是這個樣子嗎 實際上真正的建樹又建林 你想談的是 首先你知道那一棵樹 在這一片林子的哪裡 再來 你要把那一棵樹看清楚 這才是真正建樹又建林的意義 這時候你會發現啊 你其實有兩個目的耶 所以你會發現喔 你想在一個設計方法裡面 就是單純的廣大 你想要去滿足兩個不同的目的 結果就是兩個都不夠滿足 那你的同語片 基本上就會落在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 所以說 在這裡 我們這張同語片真正做到的點就是 它把建林跟建樹 兩個目的 用兩張圖區分開來 前面這個部分 我們把完整的流程給保留 這個時候我為了建林 所以樹你不用看得清楚 重點是整個流程都保持得很好 再來 另外一地方 你要建樹的時候 我就把樹放得超大 甚至用打字的方式 讓你一定看得清楚 這棵樹是什麼東西 這兩個東西啊 依照不同的目的給拆分開來 就在單張同語片 拆成兩部分 並且各別滿足它 這就是為什麼 這一張同語片啊 會比前面那一張 好像非常多 但關鍵就在這裡 這是一個有關拆分的理思 我想在這裡跟大家討論 Terry 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 左邊這個流程庫 原本 它是一個版面 一人張庫 可是你縮小的時候 其實對我來講 我根本不知道 對流程庫在幹嘛 OK 根本看不到它在幹什麼 那 其實我看得到之後 就是你畫那個盒子 那為什麼我不要把它 放在另外一張同語片 就變成兩張同語片 這樣去做 因為這樣變成說 左邊這個 我不知道對一般的觀眾來講 到底有什麼意義 因為我剛剛看不到裡面的 原本我還看得到 那個 黑色的標 有人現在 我連黑色的感覺我看不到 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 OK 這問題其實蠻犀利的 但這裡我們有一個東西 被忽略掉 就是 因為這裡它只有從裡面 但其實你的講的是會 假的 所以 在我打出這個的時候 通常這代表是這樣 這個流程啊 它已經跑到這裡了 所以我前面是不是會接到這裡 所以在前面的時候 我應該順序上 我想先秀整個流程 然後來講說 欸 右邊這個細節部分 是在流程的這裡 所以左邊這張圖其實 只是在體現說 我前面大家已經知道 流程長什麼樣子 重點是我要讓大家知道 右邊那個東西 在整套流程的哪個地方 所以在這裡我覺得 這個問題是 不用太去擔心的 前面一定會先講 整個流程大概長什麼樣子 那這個設計的核心目的 其實只是讓你知道說 那一顆樹啊 在整顆裡 整個裡的哪一個位置 這是左邊的部分 那這個問題其實 也破除了不少的觀念 再給你一份 有Terry組在派訪啊 OK 大家也要踏躍發問喔 哇 請問一下 那左邊有程度啊 它可能是一個拍照下來 因為裡面字蠻多的 所以我不知道 這是有兩種方式啊 一種就是照現在這樣子 直接貼上來 然後你把它標準 然後講那個重點 對 那個方法在哪 那另外一種說法會說 或者其實就把每一個block 它的拍都打出來的話 如果用很多字的話 其實如果有不熟悉的觀眾 你也可以看到這款影片 那分散它的注意力到裡面的細節 可是你可能在台上講什麼 你可能會發更多的成本去吸引它的注意力 對 我是來重複一下它的說法給大家 因為它覺得說 這個裡面啊 就是 因為你只要看流程 那這樣這些小小的就沒有用 那我何不把這個大標 直接打在這一欄裡面就好了 事實上你在提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第一瞬間想到的解法就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解法很好 你就是把 見0這個目的給做得更徹底 你要見的只是0 所以這裡面這些小小的 其實根本就不用存在了 那當然 一開始你如果時間很趕的話 做這樣OK 那你再有一點點的時間 所以 你用了隨便的什麼白色方塊 把這個遮住 把標的打在上面 也不會花你太多時間 這個方式可以把你 見0這個目的給做得更好 這個答案我很喜歡 給你5分 OK 好 那有關拆分的部分 我想逃到這裡為止 下一個排序啊 是 大部分的吐司人都不會犯 所以我只這樣一點點就好 有關排序齁 通常一個標準的排序方式是 先 告訴大家壞 引起觀眾的動機以後 再提供解決方案 這 這個問題為什麼有些人 一開始會犯這個錯 是因為啊 我們一開始 假如說我要賣一個產品 通常要賣的人 唯一知道就是 這個產品它是什麼東西 它的客觀事實是什麼 就好像你去買手機 你去買的時候 如果它一開始都貼給你規格表 那你要怎麼買 各位買不起來啊 所以 這個時候啊 如果你要賣一支手機 你比較好的特殊情勢 你回去想 這支手機 你一開始打算賣的時候 那它在什麼樣子的情境下 會有某個問題 看你的這個產品 是又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 當你想清楚這一串子的時候 從這裡開始講到最後面的客觀事情 你就可以成功符合這個 先贏啟動機 後提供解決方案的這個方式 講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 我們談到吐司的 就是新生剛開始講演講的時候 很常會有一個標準的吐司啟手式 before I started my speech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 這個就是在創造那個情境嘛 對象所有的觀眾 然後你要創造情境 然後讓他們去意識到這個問題 再有改善來帶出你的演講 為什麼那個開頭的方法 屢適不衰其 其實就是因為 它是這個公式的完美的體現 就是排序的一個觀念 你把what跟what相關的同一片 排在前面 那最後你再呈現說 你要講的what是什麼東西 這樣子去排 你在同一片的陳述上 會比較容易被你的觀眾所接受 那就是有關排序的概念 好 那從開始到現在 差不多過了大概50分鐘左右 下一篇啦 這個視覺化 是我們的重點 在我下課之前 我想做一個小調整 大家覺得 下一篇我會講什麼 個人舉手 有 就 我覺得 找很多的文字 要轉成圖像的 OK 把文字變成圖像 還有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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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